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辣椒炒肉 味道非常的好吃 又下饭 再洗干净的小辣椒 顶刀切成圈圈 新鲜的五花肉两块 把五花肉顶刀切成小薄片 五花肉肥瘦香肥 肉质口感鲜嫩好吃 再洗干净的小香葱 小香葱顶刀切成香葱段 生姜一小块顶刀切成姜片 蒜子顶刀切成蒜片 碗中打入四个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打成蛋液 替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打好的鸡蛋液 这一步要把鸡蛋液完全的炒熟 炒至鸡蛋时鸡蛋块炒的碎一些 不要炒的块太淡 炒好的鸡蛋倒入漏勺中控油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锅中油温打到七成热以上 把五花肉片煸出猪油煸香 在煸炒五花肉片的时候 锅要热油温要高一些 下入切好的葱姜蒜 把葱姜蒜和肉片一块炒香 烹入少许的黄酒去腥 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激发猪酱油的香味 下入切好的小辣椒 这个时候把家中的火开到最大 用大火快速的把辣椒炒香 下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下入鸡精增加鲜味 下入炒好的鸡蛋 把所有调味料和锅中的食材 快速的翻炒均匀 一道非常美味的辣椒炒肉 就可以出锅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